地方就是一个清除 清除在之前讲过他一个年龄 那做法一 一样是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个记得 就是说要增加sub之前 你要先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呢 我们基本上会需要 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也许先把清除先做出来 比如说叫年龄清除 因为 之前好像一直都清除 如果同一个模组里面 会有很多个清除 或者叫年龄清除好了 那我之前讲过 城市的撰写呢 基本上就是 你要先知道你的回圈范围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我撰写的话 是第15列到第19列 所以是for i等于15到19 然后一个net 输出到哪一栏呢 那我就打一个sales i列的h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输出的位置 是在这个范围 ok这个范围的话呢 那就是h 关键在这个h 其实你会发现 我未来输出大概就改 改这个地方就好了 其他其实也不用改 这样后面丢一个清除的话 就是两个双 这个叫空置串 把空置串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意思就是清掉里面的资料了 ok 那第一个当然你做出来之后 你可以把清除的程式复制 贴到底下好了 那把它改成年龄 那只是差别就是说 我后面本来是空置串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放公式进来 可是特别注意 要怎么样把公式 放到储存格里面 关键点 你会需要注意两个原则 一 当然你要先把这个公式找到 把这个公式呢 全部包含等号 Ctrl C 记得Ctrl C之后 把这个公式前面的这个一定按取消 如果你没按取消 记得这个如果你不按取消 切到Visual Basic 之前有同学点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游标还在这个资料编辑列上面 记得前面有个叉叉 点一下 再来你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不过特别注意哦 贴上 不过贴上之后 你可能要先做几件事 其实就两件事 贴上之后呢 记得两件事一定要做 一 如果你看到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那 记得哦 因为它VBA本身就会有双引号 对不对 那你这边又有双引号 那它会造成它混淆 它不知道说到底 这个双引号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 所以哦 规则一 如果你要把公式输出到那个出称根里面的话 请你公式里面如果有双引号 请你把它改变成两个 一个变两个就可以了 那一个变两个变成你要从头到尾一直在增加 一直加 一直加一直加 有没有 这边的话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那可是问题哦 这边的从头到尾 其实双引号还蛮多的 像我教各位一个诀窍 之前我这样从头改 还是容易改错 因为有时候漏掉一个漏掉两个 它还是你移开 它还是变成红色字 有没有 就像这样子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要做 修改两个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的习惯是会先叫记事本起来 然后呢 把刚刚那个公式呢 先贴到记事本里面 做什么呢 很简单 编辑里面有个取代 取代里面的话 你可以一个双一号 底下取代为两个双一号 再按什么呢 全部取代 这样子 一定不会错 OK 应该知道意思了 那个是 我后来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而且比较不容易出错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把这个公式全选 把它再贴到那个我们刚刚的这个双一号里面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基本上一定不会错 一开它不会红色的字 但是如果你一个一个慢慢改 反而容易出错 那我们试一下 改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输出好了 输出的话呢 那一样在VBA里面 我们直接看到这个结果 Excel的部分 切过来 那如果输出的话 我一样可以从VBA里面 这边直接输出 有没有放这边 上面按钮可以按得到就可以了 执行 执行完之后呢 在Excel里面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输出了 不过输出你会发现哦 全部都是同一个人的生日 再来其实就第二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双一号改两个 第二个原则就是 如果里面有15 就是它的列号 请你把它改成I 因为如果你不改I的话 它每一个都抓15列嘛 不对 所以呢 要怎么样把那个 B15有没有 改成什么呢 改成B15 改成I 特别说 这个概念跟刚刚 N 把它放那个一个公式的概念差不多 所以我的习惯是先把15选起来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就是先打两个双一号 END再移到中间 中间放一个I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会多一个 就是因为VBA的END 前后一定要空白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多补空白给它 这样就OK了 那做好一个之后呢 因为后面会有三个以15 所以你就把双一号到双一号中 这个复制一下 看到15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那再下一个15 总共会有三个15 那其实就贴两次 做一次贴两次 好 做完之后的话呢 请你直接执行的话 结果就看到了 OK 所以两个原则记得的话 以后 假如说你要用VBA输出公式 就是这样子做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特殊的 这一招其实还蛮管用的 有的时候其实 如果你只是要 批次的把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有输出H栏 未来其实你可以 不只输出一栏 一个回圈 里面可以输出所有栏 看你要几栏 它可以一次 全部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 当然你可以再 再接一个什么输出报表 看起来就已经很厉害了 可是里面实际上 只是把公式输出而已 所以这个当然 只是一种 渐进的方式 那最后完成的画面 在云端上都有 不过 这边最后有一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你的公式最后 可以看到 这公式 后面很长很长很长 一直衔接衔接 那这么长的公式 有的时候你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 把它分两行来看 因为这么长的公式 如果你要看后面的 你必须要拉到后面 然后再拉来拉去 其实这样子很不方便 所以如果未来 假如说你希望 可以让他折行 你不能随便找个地方 就按Enter 像之前有同学 直接按Enter 移开之后你会发现 他一定会跳 什么编译错误 什么必须是 冒号冒号行 那么一堆的 你不能随便按Enter 所以请你注意 假如说你未来要按Enter 有个规则 什么规则呢 请你找到那个Enter 符号 那Enter 一定是 那个是外面的 那个Enter 不是你公式里面 那个符号 我习惯是找到那个 I的那个 这个这个 比如说 I前面会有 一个 我习惯用后面这个 如果你在 Enter 符号后面的空白 空白的后面 记得 空白的后面 加上一个底线的话 记得 在 我习惯是放 第二个空白的 那个 第二个那个 Enter的后面空白 加个底线之后 你Enter 如果是这样的 你把它 把它移开 你会发现 它基本上 就不会发生错误了 OK 所以这个提供 你会参考 如果未来你程式 会写的很长 到右边去的话 那请记得 因为你一定会有 串接变数的地方 请你在串接变数的 我习惯 当然只要Enter 前面那个也可以 后面那个 只要是 Enter的空白 后面请你 加一个底线 再按Enter 那它就会把 上一行跟下一行 视为同一行 OK 所以这个是VBA 里面的一个规则 那像这个规则 并 不难记的 不过可能你要多 多做个几次 就记起来了 对 其实只要串接符号 串接符号 Enter都可以 但是记得 是外面的Enter 不是那个公式里面的Enter 因为 我们刚刚贴上 不是Dative 里面也有Enter 不行 那个是自串 OK 里面的东西是自串 一定要是 所以我说 习惯上 我会找变数 因为变数 一定不会错 变数 前后的Enter 因为前面跟后面 我一般还是习惯用 后面那一个 因为你如果 前面那个的话 会把变数 给切断 会比较不容易 在看完整的程式 OK 所以这是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 其实也不难 不过我发现 坊间的书籍 好像也没讲到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 其实是从 以前那个VB VB6 6.0的 不是VB 不是现在的VB Donex 现在VB Donex还反而是新的 跟以前的VB6 又不太一样 现在VBA 跟以前的旧的VB6 反而是 比较接近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三个东西 刚刚在云端上 也有 那个 或讲义里面 应该有 如何将公式 转为VBA输出 关键就是双引号 变两个 列号 改为I 那程式上如何换行 我习惯在第二个 M的后面 空白再加一个底线 空白加底线 这样就OK了 这边来做一个字 加 好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你做完之后 当然自己再加按钮 一个清除 有个输出 那这样的话 很快就可以把公式 直接就丢到 我们的储存格里面 那不是只有这个可以 任何其实只要是 你要批次输出公式的地方 都可以 OK 那所以 我们Dative如果会的话 其实再计算 那个年跟月就简单多了 OK 那再来就是 还有其他像计算月份 除了用Dative之外 还有叫E-Day函数 那待会再来看这个部分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 Dative这个练习 先试着完成